椰汁年糕 建议用这种圆片糖去制作,颜色较为漂亮 先把片糖加水,煮至溶解 我会用五块片糖,请因应个人口味增加或减少 这个水杯的容量约300毫升,我会加入两杯,即600毫升 先用大火把水煮沸,然后立即转小火 如果一直用大火的话,水量会蒸发而减少 转小火,把片糖煮至完全溶解为止 片糖已经溶解了,必须把它攀凉才能使用 如果把太高温度的糖水加入糯米粉,会立即凝固 加入椰浆,令糖水加速冷却 加入五汤匙椰浆 温度仍有80多度 只好耐心等候,这个时候可以处理混合粉 加入整包糯米粉600个 糯米粉特性是软糯,如果只用它,成品会太柔软 加入橙面粉,能增加韧度和弹性 加入三汤匙橙面粉 加入生粉,令成品更坚挺 加入两汤匙生粉 糖水温度下降至40多度,可以开始制作了 要注意一点,请煮少加入糖水 否则很容易凝结成块状 这个效果很好 加入三汤匙花生油 令年糕口感更软滑 用圆盆盆盆盛 如果要求更高,可以用竹签把气泡撕破。 把它盖上盖,以免锅盖上的水滴到年糕里,影响成品外观。 一寸厚的年糕蒸一小时就足够了。 如果较厚深,要按比例加10。 蒸完之后,用竹签检查一下。 稍后会做示范。 一小时后,检查一下熟成程度。 用竹签刺进中间。 观察粘在竹签上的年糕。 中间放上一颗红枣。 刚刚蒸好的年糕较为浅色,摊凉之后,颜色就会变成深红。 如果大家想煎它的话,建议摊凉10小时以上,效果较好。 稍后我会做示范。 10个小时后,年糕已经攀凉,颜色也变得更深红色。 我煎少量年糕,给大家看看效果。 沾上蛋液,比较不容易粘锅,味道也更好。 把货烧热。 年糕沾满蛋液,用中火煎至两面金黄。 今天的椰汁年糕就完成了。 多谢大家观看。